美好的下午开始了 看看咱们这个腊鱼啊 转移到这边了 这边太阳可以晒的啊 很快就可以成功了 又开始做下午饭了 视频的一开始呢 春雨有一个重要的通知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吧 很多网友都要这个位置 但是呢春雨并没有进行回复 对不起大家 原因是呢咱们这个位置呢 特别的小 就这么一个小花间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很多朋友要来 所以呢这个位置呢 放不下这么多的钓友 一会儿呢大院两口子就到了 还有呢孙大哥明后天也到了 所以呢这期视频我想告知大家 这个旁边呢有好多家钓厂 跟咱们挨了的这家钓厂呢 我已经跟老板呢打过招呼了 就是说咱们房车和床车 游钓的朋友过来呢就是不吃不住 只是钓鱼呢占领它这么一个位置的话呢 每天呢是十元钱 如果同意不反对的呢 可以找我啊找我要位置 另外还有呢周边多家钓厂的春节期间呢是营业的 然后收费呢是八十元一天 吃住钓鱼 每天的三顿饭 价钱呢应该是说在咱们中国呢是最低的了 想来的钓友呢可以考虑啊 我这不是给钓厂打广告啊 一方面呢搞活咱们地方经济啊 另一方面呢也是方便于全国各地的钓友 另外还有呢周边开钓厂的朋友呢 最好呢也能私信我 这样的话呢咱们留个联系方式 全国各地的钓友过来之后呢 我也好做一个推荐 这样的话呢咱们大家都方便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多 大院兄弟两口子到了 我记得前年咱们在小黑江的时候 大院两口的就是狂奔了 两千多公里 两千多公里啊 这一次更过分了 这一次有四千公里了 从沙阳过来的 我看见中间有一个麻木的东西 呀这么大的狗啊 快快快 咱们什么时候这么大一只狗啊 太大了 哎呀 快两年没见了 这谁拥抱一个 两年了 太子卸东西 盐咱们就买了二十斤了 对买了二十斤 准备做这个腊鱼 还有一个这个 这旁边拖着给你带来 中华鸡肉 这肯定是上海的唐大哥 谢谢唐大哥 这是鸡哈 鸡还有肉 鸡我看挺大的 你买了一只 是 不用我那锤鸡 再买了 我俩还犯个错误呢 那个买肉 你说五斤肉吗 我俩就买五斤 基本要完是十斤 没事 那是公斤 对 这边那个都是按公斤算 对啊 我俩都知道啊 五斤 还说呢 五斤 两斤多够吧 我说五斤 对 五公斤 对这边按公斤 这是大不顶啊 跟大院老朋友见面 哎呀 聊了一下午啊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六点多了 这是我让大院啊 给我带过来的补给啊 咱们把它分解开 然后给它冻在冰箱里 这样的话呢 咱们春节期间呢 吃肉就没问题了 看看 云南那个肉啊 它这个五花肉是带着排骨的 这挺有意思啊 带一块排骨 北方呢 就是把排骨都剔下来 都给它分解开 还带了这么多排骨啊 咱们就留着春节吃了 今年那个春节呢 这显得有点寒酸了 哎呀 这只鸡 给它分解开 不寒酸 这有鸡有肉的 还有鱼 还有鱼的 怎么能叫寒酸呢 一转眼 天已经黑了 咱们那个坡太多啊 大院的这个车呢 停在上面了 咱们去看一看 这两口挺能研究啊 蒸包子呢 哎呀 整的真好 一会儿我尝一尝 嘿嘿嘿 今天有夜宵了 大院蒸的包子啊 明天晚上咱们再跟大院兄弟一起聚餐 好了朋友们 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多了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吧 明天咱们继续